2、3、4 默默地坐在爺爺流下的古舊工作台前 以资製木枯固定削刀 串心打磨一个圆形金器 这位迹人来自京都语治 南条和哉 条颗上围着毛巾是他的指定动作 他的出品相信很少人碰过 不过在日劇中偶然会看到 一个入一个金色的庆 形状和做法都是由祖先代代相传 现在入南条先生亲手铸造和打磨 他的工作不单困在窄窄的房间 发挥在几个小时前 在红红烈火的熔路前 细心炼制比女性心情更难触摸的特殊金属座玻璃 追求通透的音色 一个个花时间和心机手造的原因 都是因为只有手造 才能重现祖先努力追求的音色 当然要符合工房规格才可以出售 南条先生一句话令我好恶言 日本人绝大部分都不懂得我链音色的分别 架架糊糊拜祭先人的佛坛相 都有一个我链 人们选择佛坛的时候 只知道上香之后 习俗上要敲一敲我链 只认识我链是佛坛相 识享的用品 我链作为佛坛套装里面 一个附属品出售 任质如何 很少人会在意 其实南条先生知道这个现实 就算没有人懂得欣赏 也会对每一个自己出品的奥连 要求严格 我问南条先生 为什么没有面对这个矛盾 但他跟我这么说 我没有感到矛盾 最深日本今集是大和运职人企业系列 首次实地拜访和拍摄职人 第一位主角南条和哉 在位于京都与智治的南条工坊 近随第六代主人学师已经20年 现在每日精挑适得音色通透的兴 日文称为俄念 最求没有人懂得欣赏的音色 究竟这是京都职人的一份执着 还是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日本三大祭典之一 京都寺院祭 竟然与南条家有密切的关系 祭典里面响起独特的音乐 笛、太古、征的合奏 这个传统音乐名为渣子 日本人都称为Kongchikichen 各个称为山矛的大型花轿 演奏各有不同 其中大船矛上面的征 就是出自南条家的手笔 看看大船矛保存会的网页 找到两幅祭典上演奏用征的照片 右边的颜色有些古怪 原来是因为火灾而遭烧焦 保存会打算重新订制而做了调查 发现征上面刻上了天保十年 南条瀚三郎作 近200年前 初代的瀚三郎为寺院祭出力 祭典的各个山矛因灾害等问题 保存上一直遇到困难 南条和栽的爷爷第五代南条一雄 为戴船矛重制了渣子征 即是左边的照片里面 在工房里探险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套类似的实物 日本的传统原来距离不远 承计祖先的使命 和保存京都的历史 南条先生默默耕耕耘 寺院祭的康祭典 每年七月会期内 响遍京都市中心 但实际南条先生追求 奥连的通透音识 他未能获得日本人广泛认识 躲在工房里面也没办法 他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就决定花时间为佛坛上的用具 俄练找尋新的出路 2019年3月参加了著名的 职人工艺展示会 Kildo Krups Exhibition Dialogue 这里居然有一个奇遇 半年后它身处距离 三千公里的香港 在会展举办的艺术品博览会中 艺术和传统造艺高深的入场人士 一敲响俄练 就发觉音识与众不同 南条先生不敢相信 自己追求的音识 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反应 难以咨询这个字 就是为了这个奇遇而辞 早上8点 工房的烟通舞出来自瑶的阵阵氢烟 南天下一天的工作已开始 这一天是工序中 南条先生最兴奋的日子 相隔十天才有一次的铸造之日 亦是工序中最粗犷的环节 智祖先生加大瑶的火候 工房中还有三个职人帮忙 南条先生和南条先生合力做阿联 整个制作一人之力绝对不可能完成 而会底部以柴身为燃料 直接用火烧着帽 根据南条先生所说 不少地方因为防火条例逐步收紧 日本全国估计以柴身烧帽 朱造阿联只有这个工房 亦是这里的特色 红红火光令它充满力量 一会记住留意淡朝先生 他在切削工作台前的表情有何不同 以柴身直接烧帽 才能做出要求音色的阿联 原来柴帽不单是为金属造型 从来没想过 其他重视生产成本的量产工厂 都找不到这款设备 直到先生戴着的手套 已经足以说明这个崗位 并不容易 柴帽在其他日子预先做好 各种大小形状 放满了工房的露天位置 数目多得惊人 就算尺码和形状相同 亦要做好多个配合珠造 不细心看就以为这个工房是做陶瓷 除了泥沙和黏土之外 还混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材料 在窗里面直接以火烧的时候 焗汉化为灰准终成空间 在注入金属之后 发出的气体可以穿过空隙 减低注目内的压力 亦是为了追求音色的做法 究竟在没有先进科技用具的时代 是谁想出这个做法呢 来自植物的材料 没有对注目和金属作负面影响 对环境的负担也不大 而且谷康是从附近农家得来的 农家不要的垃圾 对蓝条工房就是保密 污位污泥 构成附近一带的ecosystem 前几天拜访工房的时候 智杜先生已专心製造注目 他还主动拿出一个 较大的奥连注目作为介绍 回到主做之日 另一位职人修补注口 帮助金属顺利留到注目中 你以为大前辈职人 原来又是智杜先生 和刚才的还是亲戚 大前辈亲切地介绍 合力製造的注目 大赵祖烟通募出了烟 就表示正在已遥 烧着天然风干祖的注目 另一位注造工序 作好准备 工房内各处工序同时进行 另一位职人 老千先生点着熔炉 咦? 连油桶也要熔了去吗? 原来是切削阿尼当时的碎尸 可以作用的都作用 减少浪费 熔炉的火力远超于遥 南跳工房出品的阿尼 音色除了用通透来形容之外 还有一种即鲜的感觉 声音令人放松 适合念经和打坐冥想当时敲响 不过火链情圆形 发出来的声音一般有回旋遥防的感觉 有点像电吉他的策炎 但有不安定的感觉 作为耶一的第五代 为作出通透而直线性的声音 对材料的佐玻璃 作出多种测试和改良 佐玻璃即是铜和石的合金 听起来没什么特别 要把石的比率提高至极限增强硬度 以得到直线性的声音 但同时金属会变得脆 两者的平衡不容易找到 南条先生每次都小心计算 绝对不能失手 一大堆未完成的测试都放在榜上 究竟打什么主意 再找来赌村先生说一说解 是 铸造的时候灰尘等等的耳物 走进铸模里面 铸造之后造成了粒位 已经不可以用 在遥用火烧铸模的时候 产生灰尘 这个情况很难避免 还有很多细节隐藏了陷阱 就算多用心做铸模 不过坐玻璃调整得多精准 也未必得到满意的结果 最有意义对待失败作的方法 就是融掉它们 再给它们一次重新的机会 第五代对工房作出了革命式的贡献 无数次测试坐玻璃的配方是其中一种 当然对它产生兴趣 想了解多一点 我问蓝条先生借当时的照片和资料 可惜原来没有留下 在倾谈的时候 偶然发掘了第五代的钟影 并且更在止尺 切削卧链的大型机器 工作台 甚至蓝条先生固定削刀的自制木台 原来都是爷爷流传下来的 自制木台已经布满了粒痕 如果再用久一点 是不是要换一台新的呢 蓝条先生说木台有后备 而且布满粒痕的部分可以替换 全部都是爷爷的主意 不过很耐用 这二十年来没有需要替换 射稿写到这里 不知不觉 时夜开始变得模糊 配合好时间 今天住母在九点新鲜出路 即时运到旁边逐一列队 蓝条先生情绪最高涨的时刻 逐渺迫近 看看熔路的火候 不够热就再加棉热 晚火升至半个人那么高 火候已经差不多 蓝条先生拿出红外线温度计 量度出炉了的注母 以往用手拆温 容易手归节和身体状态影响 蓝条先生改善了做法 还将每次铸造的数据挤下来 找出影响品质的因素 应变侧变 不会盲目保持传统 坐玻璃已经准备就绪 供房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坐玻璃发出的红光 串透面的红光 照亮了蓝条先生的臉 刚才应该听到坐玻璃流入注母的声音 再细心听一听 我练逐一锅注入生命 还未成为职人之前 23岁的蓝条先生 喜欢做料理 但作为职业 要兼顾打理店铺和管理成本 未能全力投入做中意的事 觉得很烦恼 正好当时的女朋友 带她去蓝条工房参观铸造之日 在京都长大 但从来没有留意到传统工艺 在现场感受到铸造鳄链的场面 并且萌生了兴趣 很好获得在工房做兼职的机会 就是这样就开始了职人的生涯 而当时的女朋友 成为现在的妻子 根岳父 即是第六代学师 最初觉得很困难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 可以出售的鳄链 料理的话 跟着食谱做就可以 但猪做鳄链 就算完全模仿师傅 也未必得到理想的效果 只好花时间努力学习 也认识到第五代的故事 第二年 决心寻住 第五代所追求的位置 二十年岁月 一下子就樓盛 寶决凍据后 即时逐一打碎 将已经承认了饿链拿出来 做进一步的处理 供防露天位置摆放了大量铸帽 原来就是因为要打碎了之后 才拿到饿链出来 外围的铸帽保留了外形 经加工之后可以再用 而里面的铸帽要每次重新制造 碎片再用机器压成小粒 加工成为铸帽的材料循环再用 在未有环保概念的时代 已经有这个工序 阿联经过多番削磨 正细的步骤都由南平先生负责 曹操而且焦虾的表面 一下子变得光滑 拍放出金色的光芒 在这个时候 音色合不合格还是未知数 要做的事就是对每个卧链尽全力 检查音色前要把银链烘一烘 到这个程序也要顾及火候 影响音色 南平先生逐一敲响银链 到这里才知道音色是否达到要求 不合水掌的也代表之前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 合格的放在箱里面做最后准备 这一个音色不合格的就放在一边 这个音色不合格就放在一边 不合格的最后都是不合格 最后焦虾的音色 然后音色不准确定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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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能够能够 客人不懂得欣赏我这个音色 但自己就追求音色 为什么没有面对这个矛盾呢 你可以找出音色 首先,您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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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的 让我们的 Striper 本来感到这种 副 Seung izazz响的音和对 WAT 我知道瀛的芝類 所以有种分量能够能力 这是最后强大的 mem慑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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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al 分一 rewards 工房接览的用戴 这种中介病患度尽 成功的 自分资 SYK까지 削打到 所以我不能感受到这种矛盾 所以我不能感受到这种矛盾 适合使用者和说的机会 为什么有很多人感受到这种矛盾 能不能感受到这种矛盾 但这种矛盾是不足的 但这种矛盾可能会选择 学师十年 2011年南条先生获得京都政府承认 成为京都出品工艺士 获得承认的条件之一 要以自己的工艺创造出新的作品 南条先生在这个时候得到机会 对自己的工艺作试效 阿联作为佛坛用品 近年销量已比不上高度成长期 和泡沫经济的年代 可惜在摸索新商品 对于当时的南条先生仍然很困难 技术还有改不上的地方 再磨练多几年 2018年正式下来开发新商品 研究如何解开指角限在佛坛上 阿联的枷锁 融入一常生活 真字学习策划商品开发 还和其他职人和设计师交流 和工房的同伴研发新商品 以往只管将做好的佛坛阿联 全部交托给批发商销售 相反新商品趁自设计和开拓销路 2019年得到成果 推出小巧阿联 并且创立自己的品牌 Linna 作出新挑战 并亲眼观察客人 如何去选购小阿联 今次铸造之日 可以看到小阿联 Cibi的制作过程 刚刚推出新商品后三个月 遇到JR大阪站旁边的版级百货 九楼大楼梯隔离 举办以禅为主题的pop up展示会 南条先生获邀请参加 最初没信心 当是吸收经验 想不到第一天反应热烈 一半的存货都运到客人 当日营业结束后 马上赶回家 和老婆急忙准备新货 另一方面 在京都职人工艺展示会 Dialogue 遇上每年于香港会展举办的 Fine Art Asia 来自香港的参展商 获得看重有机会 在半年后 陈神像小阿联 和佛坛阿联带到香港 想不到一直未有机会 趁眼见到客人 接触佛坛阿联的场面 会在香港可以见到 有禅修和瑜伽经验的客人 竟然懂得欣赏直线式通透的音色 令南条先生吓了一条 过了一个浓密的2019年 听了奥连的音色 令心情松弛 这个效用作为卖点当然没有问题 南条先生的想法更深一层 现在你已制作 发出特定音频的乐链 这些音频 有三个音频 不同音频 有相应的音阶 真的有从事音乐的人 订造阿联尼做乐器 而人听了某一个音频的声音 对身心有什么影响 现在还在研究中 希望可以不单凭感觉 还以科学的方法 找出客观的证据 尽量扩大21世纪 奥连的可能性 对手 我ر42台 有三个音频道 有三个音频道 音频道 唱写路云 作っている職人としては なぜこの昔ながらの作り方で すごく扱いにくい素材を使って 織林を作るかっていうと 多分自分自身が納得のいく音色を 作りた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やったので 五代目のおじいさんが そこをすごくこだわる方や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って その音色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 自分の中で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する 部分があっ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